欢迎你说看今天中天的梦想驿站 今天我们要带你来到一个台湾可能未来 非常重要的国际性的历史建筑 那就是即将落成的台中大都会歌剧院 大都会歌剧院作为一个建筑 在台湾是划时代的 实际上台中市市长胡志强 在过去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 他牛津大学毕业 这两个背景都使他很理解 他所接手的台中当时是一个产业空洞化的台中市 那个时候整个由于台币大幅升值的关系 台中的关键性的产业 比如说机械业 比如说制鞋业等等 已经全部都晚宜了 而某些或许现在称之为大台中市 当时叫做台中市的地区 开始发展了他的观光产业 但是台中的整体产业空洞化 使台中有一段时间叫做色情之都 治安败坏 他了解解决这些问题 不是从表面 而是从根本的解决 在考察所有的国际城市的点案之后 他知道只有重新的轴心转动 而且盖出重要的伟大的建筑 台中才能够改变 在这样的一个构想之下 他曾经希望能够有一个像古根汉的博物馆 有一个大都会割局院 另外市政中心 当时是一大片的第七期左右的土地 那么他们找来了包括古根汉 找来了Zaha Hadid 化成了像一条龙一样的建筑 可是那个年代台湾到现在为止 没有解决的一直是政治政党的恶斗 由于胡志强跟那个时候执政的中央 完全不属于同一个政党 因此哪怕区区50亿的预算 中央不愿意补助 而台中市的市议会最后 在思考台中可能没有办法承担 这样的财政负担里头 让台湾好不容易可以争取到 而且落地于全世界都不太理解的一个城市 台中市的古根汉建筑 最后胎死腹中 而胎死腹中的古根汉建筑 这个建筑图的设计师Zaha Hadid 非常讽刺的 2003年台湾让古根汉失败 2004年他获得了因为古根汉的设计 而得了全世界建筑界里头的诺贝尔奖 叫做普利兹克奖 历经了将近十年 胡志强愤怒吗 胡志强投降吗 没有 他觉得好 我的古根汉失败 变成了复兴汉 这他常讲的话 那我的大都会歌剧院 我仍然继续努力 那么经过长达四年的规划 这里头包括经过预算的争取 包括经过议会的通过 土地的取得 公开的发报 而非常意外的 由于古根汉的建筑虽摆 但是呢 他确实的台中市变成全世界 在建筑界里头最著名的城市之一 大家都知道说 Zaha Hadid 因为设计了台中市的古根汉 而得到了普利兹克奖 所以当大都会歌剧院 一展开国际进度的时候 胡志强不需要特殊的邀请 台湾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国际竞标 居然就在大都会歌剧院 这件事情上发生 Zaha Hadid 本人再度来投标 我不特别指明了 全世界几个 特别有名的建筑事务所 通通都来投标 包括台湾最著名的建筑师 然后得标的是 日本的建筑师 伊东风雄 伊东风雄得到 这个得标以后 他觉得这是他毕生 一定要实现的愿望 他希望能够超越 Zaha Hadid 当时的古根汉 那么对他而言 什么叫大歌剧院 对音乐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声音 不可以有阻挡 他想盖一个建筑 没有柱子 因为那会使声音 最完美 但没有柱子的建筑 是没有人敢盖的 所以人们说 这个是世界上 不是台湾 也不是东半球 是世界上最困难的建筑之一 那么当然只有比 在高地的圣家堂 要容易很多 结果最后呢 经过五年的施工 在台中的立民营造 他决定赔钱 也要做出来 因为台中值得 这么一个骄傲的建筑 最终台中完成了 大歌剧院 到目前为止 已经可以慢慢出现 它的情况 将来屋顶会有一个空中花园 空中的餐厅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进入里头像洞穴一般 一东风雄说 人本来就是从洞穴的生活开始 一东风雄说 人为什么一直需要柱子 一东风雄说 人在洞穴的怀抱里头 好像回到母亲一样 一东风雄说 为什么每一个大歌剧院 都要如此的华丽 我们可以回到 最触摸的状态里头 享受最美好的音乐吗 那我进入 大歌剧院的时候 我大吃一惊 他好像在北极 看极光一样 并且我们在完工之前 特别专访了 台中市市长胡志强 我最好奇的是 一个人 历经古根汗的失败 应该很挫折 应该很愤怒 应该对台湾的政党恶斗 非常的失望 是什么力量 让他弃而不舍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文浅 你虽然认识我很久 但你并不知道 我是一个 多么根深蒂固的fighter 台中市西团区 回来路口 豪宅环似的七奇地表上 一座充满孔洞 图案不太对称的建筑物 慢慢擦去多年积聚下来的尘土 除了他靓丽且非比寻常的样貌 台中国家歌剧院 很可能是台湾自东海大学 慕斯义教堂以来 最具世界建筑史意义的伟大存在 慈平德说 没有胡志强的毅力和坚持 这座建筑不可能横空出世 长达十多年逐梦的过程 要从命运多舛的古根汉美术馆说起 你的人生从一个外交部长 驻美代表外交官到台中 变成一个竞选的政治人物 也要开始处理很多地方的议题 那你第一个梦是古根汉的梦 你常常说古根汉最后变成了复兴汉 对 但是我觉得你也蛮特别的 从那个时刻你甚至 我还记得当时的晚报灯好大 说胡志强戏称自己变成牛郎 因为你就跑去台北要钱嘛 没有啦 人家说我是什么夜奔总统府要钱 那不是牛郎是什么 然后到现在为止 从古根汉的梦 做到现在总共十二年 终于真的有一个 让你足以骄傲的国际性的建筑 在你的任内可以完成 别人很难了解台湾的中方 中央或者是跟地方不同党派 或者是议会跟政府之间的斗争 外界很不了解 但是可以想象你做一个国际建筑这个梦 可以跑那么多年 而且坚持那么久 你的感想 我可不可以跟你说 其实我有两个梦 完成的梦 古根汉是没有完成的 完成的一个梦是少年派 第二个梦就是今天的歌剧院 我们本来叫大都会歌剧院 Mentropolitan Opera 这两个梦让我体会 您刚才讲了一个字 您说议会里面不同的政党的对立 这个是存在 但是真正让这两个梦在推动当中 倍感艰难的 我觉得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差距 我曾经被要求在推动古根汉的时候 说如果不能开最低标 要议价的话 必须找三个古根汉来议价 这样才合法 但是它是根据采购法来 那我们的采购法就跟不上时代 那李安的电影 没事进个老虎 进个什么东西的 从头到尾困难度非常高 终于突破 然后 这一个事情举例来讲 大都会割据院 我们要开始国际净土 必须要写说总经费的多少 给你做设计费 那我们政府的规定 我记得不到十 或者是不到八 我记不住了 反正国际行情是十五 哪一个大师会来 所以谢谢拉哈哈迪失败 他的名气 让别人在13.5%也来 那我受限制就是中央 因为中央也没有想过 这么多国际标 你说他失败是说 因为他在Google喊 这个是什么失败 可是台中有这个标案 却成名了 全世界都知道台中了 这个扎哈哈迪虽然去台中 做了一个unfinished project 一个不能完成的建筑 可是他居然就得了普利兹克奖 因为这个建筑所以大家都来投标 所以进台中就有机会得普利兹克奖 但从Google喊算到现在就是你 这十多年来这样一个梦 你就是走在整个台湾社会的前面 你就知道说台中市在当时 还没有中科园区的时候 你必须学习像贝尔包的做法 用一个新的建筑 跟整体的城市规划 重新带动一个城市 我可不可以说诚实地讲 我在没有当选市长以前 我亲自跑过纽约 找到谷庚汉 他还见我 那时候我不是市长 然后谈了半天 他说等你准备好再来 come back when you're ready 意思就是你根本不是台中市长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找了我们去跟 在哈哈里吃饭 还有谷庚汉的董事长吃饭 对对对 局长 局长吃饭 我从来没有忘记 因为我坐在隔壁嘛 我就说你为什么会去台中 因为我是台中人 我就知道说你谷庚汉来台湾已经很困难了 还去我们台湾的第三个城市台中 我当然很高兴 我问他说为什么 他给我的答案很好笑 他说因为because of Jason 开始是说你不断的打电话给他 有时没事就不断的打电话给他 就是哦嗨怎么样怎么样 你骚扰他到 他最后只好对你投降 就是说你用追求邵小林的方法 不能这样讲 去追求他 所以他就只好投降 国际上有太多人问他 为什么要去台中 为什么要去台中 他说你没有见过那个胡志强了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见到这个人 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去 因为人家问 你为什么不到香港 不到上海不到东京 那我就是跟他这样讲 我说你到上海东京香港 如果成功 是你的成功吗 是上海东京香港的成功 你来台中你成功 就是你的成功 因为我台中在国际上 没有那么出名 所以谷庚汉要做自己 就来台中 但受困当时中央政府和地方议会 各有机关算计 胡志强毕竟不是诸葛孔明 东风不来 草船借不到剑 五十亿元到不了位 谷庚汉美术馆梦碎台中 而直到现在 因为谷庚汉一案 获得国际肯定的扎哈哈地 不久前接受陈文倩访问时 还念念不忘 直说应该把它盖起来的 我很想问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 你一个谷庚汉失败了 你还要再搞割剧院 我的个性 就是为什么没有 你没有 你是大多数的人 就是我做一个谷庚汉的梦 结果变成了复兴汉 那想起来其实应该很灰心 就会一直骂 然后很灰心以后 我就开始做一些 比较简单的事情 比较讨好的事嘛 会转弯嘛 可是你为什么还会 那我再盖一个割剧院 一盖就真的花了你 八到九年的时间 我觉得我的个性 应该有两点 一是不怕难 二是不放弃 我面对市民的要求 不要说大的 包括小事情 我能跟他说 这很难哦 我做不到 不行啊 我要努力看看啊 所以谷庚汉即算 即便是失败 我摇摇头 继续前进啊 我能放弃吗 我也没放弃 我也不怕难啊 下一个大梦 台中大都会割剧院 日本建筑大师 伊东风雄 打败普利兹克奖 得主扎哈哈蒂 进途时曾有评审赞誉 这将是台湾战后 第一座真正的前卫建筑 空间里三座割剧院 和表演厅 都市广场和购物商场 可以自由进出 建筑立面的多孔系流动造型 夜间将如同繁星一般绚丽 建筑是以美声寒动 形容这一座全新美学形式的建筑 我们的建筑是以美声导致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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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没有中心点 没有主客之分的开放空间 看不到垂直 只有最自然的曲面 他持续思考了空间 是建筑和自然之间 如何回复到原始良好的关系 原始的居住状态 一个是树居 一个是血居 高楼大虾就是抽象化的数据形态 因为他发现这种方方正正的空间 仿佛让人进入到一种 迈向死亡的状态 那么因此 他想要创造一个比较有活力的 那么因此他用到的 这个所谓的管状元素 tube 他把这个建筑的这个垂直向度 跟水平向度都用tube来处理 因此发展出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 洞窟状的一个建筑 因此他算是全世界第一个 用洞窟的这个系统 透过他的这个Emerging Grid 所谓的衍生式的格子 来创造一个非常奇特的 一个建筑的奇观 那么我想这是他在整个 世界建筑史上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创取 进入大剧院内部 如同回归史前时代的洞窟空间 看不到直角没有对称 每个角落望出去的光影各不相同 屈墙的结构 和其他弧形建物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他不是使用装饰建材 做出弧形 而是在建筑中 没有任何梁柱 以如同具有骨骼的生物结构 让建筑物生长出自己的空间 所谓的穿透感 和视觉上的流动 有了全新的诠释和演绎 有的規模 但是在那裡有個的規模 有的規模 我們可以說 要去看 一步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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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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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溝穴 大大的穴 在洞窟裡 人們會返回 回歸洞穴的理念大膽原創 如何實現成為最主要的難題 即使前衛如扎哈哈地 他的流線造型建築中 依然有著最傳統的鋼骨結構支持 而這一座歌劇院完全沒有量柱系統 就連伊東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蓋出來 我們用到我們現在可以用的科技 的一個成果 很多像支撐架的一個分析 都是用電腦事先在模擬的 那到最後面說實在 這個手工打造 到最後伊東他覺得哇 真的是非常感動 因為他當初也沒有預知到 一定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把它實現 因為就是一個摸著石子過河的一個過程 財經雜誌一翻開 只要是台中市七期的建案廣告 台中國家歌劇院 都是最突出搶眼的號召地標 他成為伊東豐雄 近期投入最多心力的設計 但就因為他的建築難度 幾乎讓歌劇院成為敷不出來的巨蛋 大度會歌劇院 從2008年底到2009年 卻沒有任何營造廠敢投標 24億的興建預算加碼到43.2億 被質疑向在挖錢坑 五度流標 工程困難到國內大型營造龍頭也卻步 最後又立民營造接手 自己的歌劇院自己蓋 伊東豐雄終究沒有布上 渣哈哈地的後塵 世界級 甚至世紀級的公共建築物 落腳台灣 しかしここでは90度に交差する部分はほとんどありません 全てが局面の連続体です このトラスウォールを作るために 本当に設計者も施工者も苦労をして いかにこの綺麗な局面を仕上げるか カテノイドと呼んでいるのは この三次元の局面の連続体です これが構造体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ね このような構造体はおそらく世界でここしかないでしょう この三次元の局面が発現したのを見て 私は大変感激しています 改名為台中国家歌劇院的建築 即將落成開幕 一路看他 從無道友的建築評論家 謝宗哲 建議觀眾丟掉傳統慣性的眼光 不要用西方古典建築的視角 來欣賞這座建築物的風格和比例對稱 民眾進入有機動庫般的空間 可以先感受內部的氛圍 巧妙安排的動線 然後順著扶梯到二樓 這座屬於市民的殿堂 伊東提出獨具創意的小劇場 再次展現建築大師朝向自然開放的理念 破除結構局限 內外相連牽引 劇場面向戶外庭院開放 空間延續到外部斜坡 放射狀觀眾席 不僅觀看表演 民眾也可以在那裡野餐聚會 五頂花園是另一個驚喜 一個個火山口造型的水泥柱狀體 順著高低起伏的地面蜿蜒散步 巧妙隱藏了機具管道 同時創造出抑制的外星風情 這是一座連另一位當代建築大師庫哈斯 觀看之後都讚嘆的作品 庫哈斯深受感動 他覺得說 這種所謂的 過去很多人在講這個流動性 他發現這個建築當中 他除了用形體之外 他也用那種我們所看不到的空間的氛圍 非常完美的詮釋了一個所謂的流動的建築 而同時他也是不只是一個視覺的 也是一個聽覺的流動的建築 歌劇院的重新大劇院和中劇院 正緊鑼密鼓地進行安裝 以洞窟造型自然反射聲響的空間 值得期待更讓人充滿想像 日本建築史家藤森肇 國際已經預言台中國家歌劇院 可以凡日本現代建築之父 三峽建山 東京代代木經濟場PT 很可能名列 二十一世紀最穩大的建築物之一 我們現在表演廳蓋好 當然我也許應該謙虛一點 但是我要講實話 可能是全台灣最好的表演廳 那我覺得這就是進步的象徵 我也不要把它看成台中之光 做台灣之光為什麼不好 飲雪離歌劇院有什麼不好 台灣人為什麼一定輸澳洲人 對不對 對 對 因为政治的计算 政党的恶斗 最后没有办法完成 他在台湾建筑梦想的 在哈哈里 反而因为得到了 诺贝尔最 得到的建筑奖里头 最高的诺贝尔奖 杨德普利兹克奖 在全球大为成名 他现在在大陆 红得不得了 到处都有他的建筑 最近他在北京 完成了一个商业建筑 叫旺金 在上海也完成 在成都也完成 在广州也完成 他现在几乎是可以说 全中国大陆 最受欢迎的国际建筑师 我们特别跨海 在北京看到了 他新完成的建筑 来看这位 跟我们完全没有缘分 擦身而过的 英国最杰出的建筑师之一 从北京首都机场 进入市区 即使雾霾 再怎么遮天蔽日 也不可能忽略 前方的高层地标建筑 得向他行注目礼 视线随着弧线移动 封顶上几个大字写着 旺金SOHO 福利茨克建筑奖得主 扎哈哈地与SOHO 中国在北京二度洗手 完成了进案 大是一贯强烈独特的流线风格 巨大的量体 找不到一处直角 像是千万年流水 自然打滑过的软石 风啊或是水的 仅可以从山间谷地顺势穿越溜过 不带走一丝波澜 最高的建物200公尺 称它是座小山 绰绰有余了 山峰伶俐 相连并至 戏称三座大山 今天我们将向媒体朋友们介绍 旺金SOHO的建设立场 非常感谢大家和他的团队 把这样一个前卫的国际化的作品 建到了古老中国 也非常感谢中国政府 本着改革开放的精神 批准了这样一个前卫的建筑 SOHO中国创办人潘石屹 开幕记者会上这些话惹来不少笑声 有点调侃但也不失真实 他的妻子兼合伙人张欣 说的建筑一开始本来是两座山 这么超前的这种东西的话 还是要有一定的勇气的 这个项目刚拿去的时候 政府说你不行 你两个太大了 你这个变成两个长城堵在那里了 所以他们说 我们说真的有这么 你想想你这个宽到什么程度了 好 我们才从两栋变成三栋 所以从那个你从那个天上 那个照下来的照片可以看到 以前是两条鱼 现在变成三条鱼了 鱼也好 山也罢 总之横看成岭 彻成风 远近高低各不同 苏式描写庐山的样貌 这会形容其旺金SOHO倒也贴切 他还获得国际业界肯丁 入选2014年世界最佳高楼奖 占地11.5万平方公尺 总建筑面积52万平方公尺 和东京的中城规模类似 由三栋办公和商业一体的 高层建筑构成 潘石屹不无得意地指出 从以前四四方方的办公大楼 到现在流线有机的未来建筑 SOHO中国力图不断超越自我 但摩天楼语之所以造型 能够不同流俗 得大大归功于建筑资讯模型 并 我在电脑上3D做一个模型 全部盖这个楼 全部精确到每一条水管道 三个星期就盖完了 所以我在三个星期之内 我就可以发现 所有我需要调整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科学技术 给我们带来的 否则你随便杀他画一个弧线 怎么去实现呢 这个地方到底要切多少段 才能够糊起来 到底这个里面要放什么东西 你这糊完了下面里面是个面积啊 我这个房子是转到这来好 这个墙已经到了这么矮 我人站不起来了怎么办 这些都是需要计算的 如果没有这个3D的 先在电脑上盖这个房子 这些就不可以实现 得力于电脑科技的进步 摆脱纸上建筑师基品的杂哈哈地则认为 高层建筑的难度 不在于施工或材料 最难的地方总在于创意上 如何打破框架 超越界限 开幕记者会上 始终笑得合不拢嘴的潘石屹 被问到阿里巴巴美国上市案 对房地产业的启发和冲击 首先要恭喜阿里巴巴 上市很成功 给我们带来的直接的效果 就是有好多美国朋友 很正奉 非要跟我们合作 这可能是阿里巴巴上市之后的第一个效果 第二个呢 就是IT行业发展起来了 对我们商业地产带来多大的冲击 最大的冲击 就是我们望京所有的三座大山里面 百分之九十都是IT企业 这个传统的企业越来越少了 从这个长远来看 就是这种硬件的房子 一定要跟互联网去结合 结合的道路在哪 我们正在探索 探索的道路始终充满惊奇 对所有中国如此 对扎哈阿里这样的建筑大师来说 他在中国 在亚洲 才真正迎来了人生的肯定和高峰 更多更大的经验 有待他自己写下 位于台中无源的全世界最著名的女建筑师 她原来是伊拉克后裔 结果在伊拉克发生革命之前 他们举家逃亡到了里巴嫩 定居在那个地方之后 她又到英国求学读书 现在拥有的是英国籍 在上一次英国举办伦敦奥运的时候 她就是设计主体的场馆 我在北京特别访问了她 扎哈哈里是著名的难搞的人 在我访问她之前所有的人都很紧张 很怕我跟她会不会起冲突 结果最终呢 她还送给我一个花瓶 两个人开开心心的 而她对台中的遗憾 说了一句话 他们有太多的政治考量 请她们把那个美丽的建筑物盖起来 北京朝外大街 境外SOHO11楼 SOHO中国执行长张鑫 财富达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50位商界旅行机 领着我们参观他们的项目 这个是我们两年前 Open的Galaxy 这个是我们下周六 要Open的上海的Sky Soho 这是昨天大家看到的 这个旺金 这个是我们现在还在设计 还没有开始动工的一个项目 也是Zaha Haddi 所以这一组都是Zaha 财富写着 尽管SOHO中国营收约25亿美元 规模并不算大 张鑫可能是国际最具知名的 中国商业女性 杂志把她的知名度 回公园建筑师Zaha Haddi 开发了简案 21世纪我们再回头看 从这种boxy的 minimalist的 这个Bauhaus的style到现在 起点就是Zaha Haddi 而现在她的这种organic fluid这种设计 已经不光是在建筑上 所以我觉得以后 人们在看建筑史上 她是一个转折性的人物 你完成了 谢谢 Zaha Haddi出现在忘经SOHO开幕记者会上 顶着染过不同颜色层次长法 黑色削尖紧身套装 黑皮封 黑短靴 黑虚蓬松大戒指 腳受了傷 只得緩緩落座 依舊氣場十足 建築師裡 她是唯一的女王 張欣也是 地產界含有的女性CEO 見識眼界過人 十多年前就找過雜花 兩路試圖合作 開花卻未結果 直到銀河搜後順利面世 流暢俐落的弧線 驚人龐大的亮體 兩人同登 事業頂峰 雜哈哈迪的創意 從來不知界限何在 2004年3月21號 獲得建築界最高會冠 普利茲克獎 是獎項創立25年來 首位女性 還是最年輕的得獎者 無限風光在顯豐這句話 她肯定領略透徹 點滴心頭 曾被業界系稱為 紙上建築師 意思是 設計案僅止於 圖紙上的想像 維基百科列出 她前十年未能實現的作品 長長一串 直到1986年 才真正完成第一座鑽案 如果你看到某些畫面 如果你看到某些畫面 都會變得很普遍 但30年後 人們就不得獲得 他們不得獲得 但他們也不認為這是可以的 查哈哈迪接受文谦的世界周报主持人专访时 首度披露1981年第一次的香港和中国行 对他建筑思维的影响 查哈哈迪在北京这座古老皇城大兴土木 留下两座量体巨硕造型流线的建筑群 乍看之下似乎与紫禁城秩序严谨 格局方正严密的规划轮廓大相径庭 查哈迪是经过仔细的关照和论证 但怎么会有建筑? 是有建筑固成的建筑固然可以做凝固 甚至是禁锁 所以我们认为很多部位的建筑固在研究中 在差不多一样 什么是禁锁呢? 我认为如果看中国的庄囯 他们很浓稠 不仅是在石头上 根据扎哈的说法 不论银河SOHO或者望金SOHO 这两项建案的设计灵感 其实来自于中国的地界 中国的长城 杂哈哈地1950年出生于巴格达 在黎巴嫩就读数学系 1972年进入伦敦的建筑联盟学院就读 他说自己早期的风格 受到俄罗斯前卫艺术家 流动空间观念的影响 喜欢那种流动和重力离异的感觉 一直思考着如何设计出看起来轻盈 仿佛可以漂浮的建筑物 杂哈受访时还捏捏不忘 让他赢得普利茨克奖的作品之一 台中古根汉美术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项目 他们还要做它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项目 我觉得整个组织会很好项目 四个部分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项目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 оме这是一个很多枪 然后这么一个又其织 或者 Drumcom 这个铁门 然后说 这个缘织 还有第条 按照 耶 背后 傻哈哈迪在东方确实得到 比西方更大的实质肯定 而终于这位世界甚至世纪建筑大师 作品终于要落脚久了的祖国伊拉克 台中是许多人以为你所熟悉的地方 但如果我们透过空拍的摄影师齐柏林的眼睛 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台中 什么是台中呢 这边是雪山山脉 这边是台湾海峡 海峡里头有湿地 有各种不同的像白海豚等等 而在这里头就有我们历代非常多的祖先 在这个地方插阳创造农业的奇迹 台中是过去在农业社会的时候 曾经是中部非常活跃的一个城市 在日本人统治的时代 它更是台湾的文化起源地 那时候整个台湾的文化协会 就是以台中为主要的基地 后来随着政治经济中心都迁到了台北 再加上很多产业外移的结果 台中曾经有一度没落了 而现在随着一些重要的音乐会 而有重大的一些建筑的再度的崛起 台中似乎在包括了中部科学元气 似乎准备要改写它的历史 但如何理解台中呢 对胡志强市长来说 过去呢 他是古根汉落脚台中 我曾经常常说这件事情 有一次我坐在古根汉的执行长的旁边 那是因为他到香港 香港也在争取他 我说你怎么会去我们台湾台中 我是台中人 可是你怎么会想到去台中 他说 it's because of Jason 因为胡志强不断地打扰他 不断地打电话给他 他觉得这个人这么有诚意 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 虽然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过 有个地方叫做台中 而齐柏林在看见台湾之后 又不断地接到一个人 不断地打扰他 告诉他说 你一定要帮我拍 你一定要帮我拍 齐柏林最终也是在胡志强的催促之下 终于拍了一个让大家称之为 叫台中心动的空拍影片 这空拍影片呢 从11月开始到12月正式地完成规划 总共拍了整整八个月左右 从去年的冬季拍到美与季节 刚好记录了台中有一点哀愁 可是也非常美丽的景象 从空中看台中 对齐柏林来说 也是一趟发现之旅 这里变大了 雪山山脉 冲浪玩飞行伞的海边 高美湿地的云林管草 风美壮阔 台中火车站 雾峰林家花园 高楼塔调凌冽的七旗 见证历史走来的轨迹 这是一个有反差 有记忆 令人怦然心动的城市 我们的山不是最高 但是雪山山脉 风风相连 绵延天边 我们的溪曲折蜿蜿 樱花沟稳归 从冰河时期 就住在这里 生命的长流 亘古至今 不曾见断 涓涓溪水 汇聚成河 石阶而下 远眺海洋 河流 河流是大地的血脉 滋养了富饶的田园 先民们在这个河街 雨台地上 建立了大渡王国 世世代代的祖先们 在这片土地上 辛苦耕耘 换取衣食 台中的天 静密无边 台中的地 百花敬艳 每年深秋 举办的新式花海 色彩缤纷 总让人赞叹 是谁 打翻上帝的水彩 大坑是城市的后花园 寻着轻松的步调 漫步山境间 城市美景 一览无遗 台中也是铁马的故乡 自行车产量 世界第一 享日国际 横越大甲溪的花梁岗桥 公寓之内 尽生眼底 大甲溪口的高美湿地 景观独特 七百公顷湿地 孕育无数生命 水鸟在泥台上觅食 云林棺草 随机结竹桩 从翠绿到金黄 七百公尺长的木栈道 穿过湿地 形成了一条金黄色腰带 游人步行其中 阳光海水波光烈焰 与人龙倒影 相映成趣 另一段路是另一种心情 农历三月妈祖诞成 九天八夜的大甲妈肉井活动 心中怀抱最前程的心 脱步走过三百三十公里 祖先留下来的不只有信仰 还有古宅中传承的岁月痕迹 雾峰名家花园 建于1858年 是目前台湾保持最完整的 米式观宅 历史像一页一页的诗篇 吟唱着我们动人的故事 1917年落成的台中火车站 巴洛克市建筑风格独树一帜 陪伴游客走过百年时光 1934年改建的台中周厅 曾是台中政治中心 以优雅浪漫的法国马萨之姿奥利维俄 守护着台中子民居住的诚意 东海露丝义教堂 是战后的现代主义建筑 以屋顶为墙的创意 50年来立脚弥新 这是座雍容大度的城市 排名居首的居住环境与户外空间 特色建筑和蚊虫街道如花绽放 展现出都市美感与人文创意 国际标准球场规格的洲际棒球场 能让两万人投射一起 为球赛加油呐喊 植物园是一座悬吊刚垢玻璃帷幕的建筑 让我们一次饱览台湾低海拔 及热带雨林的生态 秋红谷生态公园是都市之废 更是化腐朽为神奇的重义 把工地坑洞变成公园仙境 从科博馆到古美馆 3.6公里的绿色廊道 是都市丛林的神来之笔 以大地为止挥洒着绿色草树 人形情上犹如行草悟道